Hello 各位同工 大家好 我是夏Sir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如何利用ChatGPT 去将教学局的课程文件 特别ICT4 例如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Guide CNA Guide 将它却要成学生的一些温书的重点 大家都知道ICT4 这些课程文件 可以去EDB的网站下载的 但一般来说你下载了之后 那课程文件一般来说都挺长的 就有了instruction 学习objective 或者用table表达的教育 topic 学习的重点 还有remarks 没有办法利用AI 帮我们做一些很短的时间之内 做一些分析 或者 summarize 它 变成一些学生 比如中六就来考试 公開试 那温书有个重点 如果将课程 要成一些这样的重点 就好像一个checklist给学生 可以逐点去take 啊 我温书的topic 就踢一踢 这个做法应该是挺有趣 以往想做这件事都很困难 因为要人手人肉去做 但现在有了AI的checkbook checkGPT帮手 可能半个小时之内就做完 那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下怎么做 那我做过一次的了 那都可以给今年的中学生 做一个温书的checklist 那都很快可以搞定的 好 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了 好 我们开始了 那首先去EDB的网站 跟着呢 就是search 就是ICT4的curriculum document 这个呢 就是最新那个呢 2021年了 这个新ICT的课程 那是一个PDF来的 那你按了它呢 就可以download 就会变成这样的文件 可以开出来看 那留言呢 一般来说官方文件 PDF呢 它都是 里面的文字呢 是selectable 是顺文字 可以选到的 不是图片来的 所以呢 就大大都方便了 就是 那个AI的checkbook 可以read到里面的文字 因为是一个 选得到的文字来的 那如果是图片档 又怎么做呢 那就可以用回 这个例子 我最常用的了 ilovepdf.com 那你可以将那些 scan了的document 就是图片格式来的 那你可以OCR回它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它就可以变回 做一个PDF的版本 就是里面的字 都可以选得到的 那就 就需要做多一种功夫 那一般官方文件呢 都不用做的了 可以省下那个step 那我们download了 下来呢 save了它 那我们download了它 然后save了它 然后可以开它出来看看 对了 那其实我只是要 那个 我现在只想要 compulsory那部份 那就由这里开始了 那就是compulsory part 2.31 unit-ai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那我前面的那些 基本上都不用了 我可以暂时就 de了它先 我们只要 就是最核心部分 compulsory part 那我暂时就 不要elective 那我们 就去到 最后unit-2 那ICT4呢 总共有5个unit 对了 这里我们假设 不用搞的事 那后面那些呢 我都de了它先 那方便呢 就是摆到 就是checkbook里 去read 这个pdf file 那或者我们再整理一下 这里做空白页的 可以 订阅它 好 搞定 那接着可以save它 对了 那这个呢 就只有compulsory part 那5个unit 究竟这5个unit里面的重点 当然这里是写完的了 那但是呢 就 我想把它变成一个 学生可以 温书的point form 的一个checklist 那你这样 这些 这样的写法呢 是都 这个official document 它的格式来的嘛 就不是学生 温书的格式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 AI 帮忙忙 那这样的 好了 这个档案呢 先收拾它 那我现在用这个app 就是用poep啦 那就是 你可以说一个简化版本的 chatgvt 那 这里有好几个checkbook 因为我都货了金了 就是给了钱 用这个 就是poep啦 那 boost里面呢 就是那些checkbook呢 有几款啦 那我现在 如果要处理呢 一个大的pdf 就是有很多页的 里面有很多字的呢 我通常都选择这个了 cloud tool 100k 那就选择这个了 那这个是零射强的 我特别介绍这个cloud tool 那100k 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讲的 100k 就是100k的token 其实在讲token window size 100k的token 就是大概7万5千个字 就是平均来讲呢 就是4个token 大概等于3个字 那就是7万5千字呢 就是论文都搞定 论文都可以read得到的 还有现在呢 这个cloud 这个poe app呢 这里是可以吃到pdf file的 这里是可以 upload的pdf file上来呢 它read到里面的内容 那这个token window 有什么重要性呢 就是100k 就是7万5千字 就是说呢 这个number越大呢 这个checkbook呢 它越读一篇文章的 上文下理的能力 就越高 那window越大呢 它就不会说 就是看文章呢 就会上文摺下理啊 或者一摺半解 不会这样的 它会read完整篇文章 所以这个window size大呢 就是你可以给一些 就是很多页数pdf 去分析呢 它都绝对做得到 那所以最適合 就是处理一些 就是curriculum的document 好了 接着我们开始了 那这个呢 首先我按这个attachment 按回刚才那个pdf file 那这个 都不太大 就是700多k 那样 所以一定没有问题的 open 好了 我这里呢 下什么prom呢 放大一点 可能呢 就给多一点context 给个 AI的checkbook 那样 对我说呢 attachedpdf document is the hkdse byct curriculum document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课程规划的 那个文件 it consists of five unit 那里有五个unit 那不怕长气一点 就是呢 当然你不说它都有机会看得到的 那个unit 那但是呢 我们说得清晰一点呢 它真的会做得好一点的 那这个事 那这个是过去我 大概用了八个月时间 和这个checkbook去聊天呢 得出来的心得来的 就是 不怕画工程画出场的 那就是five units 那我们想 summarize 每一个unit pond form 我说明了pond form 因为呢 我们想做一个checklist 出来的嘛 那 那暂时看看大家 就是想要多详细呢 其实呢 就 它只要read到文章呢 你要它几多字数呢 都可以 绝对可以控制得到 那你 我想做一个 短点的版本先 就这么说 summarize 那它会先给一个 短点的版本给你的 那或者呢 我想把它出得漂亮点 list the results in table form 就是变成一个table格式 那就会好些的 好 enter 那它就有分析的了 那当然呢 有时候呢它readpdf 都有时候有机会read不到的 那它真的不行的时候呢 那就 好了 好了 这里呢它先列了一个summary 出来啦 那这个呢 就很明显就是 可能table form都不对啊 可能不要用table form 用一个point form bullet point 的格式好些 那但是这个就很简单的说要 这个呢 A B 看看它们对不对呢 对啊 这几个unit的名字呢 没有read错 那跟着呢 可能就是 跟它讲 我想多 more details in each unit list the results in bullet point new table 好 看看如何 咦 就是出来了 unit ai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unit being a computer system fundamental 那我看上去呢 都像样的 因为我都教了 E4 都照过30年 那样的 那看上去呢 是make sense的 那可能呢 这个就太短了 那样的 其实呢 我想做个清单出来 就是呢 列出了所有的重点的 那所以呢 可以跟它讲的 有两个做法 一日呢 就讲 每个unit呢 给多些字数给它 那呢 就 或者呢 你就跟它讲啦 give me more details of each unit in point 我再要多些 detail 细节 好了 今次呢 看它给多少资料呢 那我最喜欢呢 就是它自动帮我 收拾一下格式 那呢 咦 真的行啊 unit ai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那就 行了 还可以再下去的 ok unit aid unit aid computer system fundamental 哇 ok 啊 跟着呢 see internet and application lan ran 那 那其实要多少有多少的 你就可以 譬如每个unit 限一个字数啦 譬如呢 起码就是 五百字呀 八百字 一千字 那样呢 它就会列出来给你 那基本上呢 资料量多少呢 視乎 你的需要啦 那基本上 已经可以用的了 这里已经 对了 例如呢 我要将这个的资料呢 将它 copy它啦 跟着呢 譬如 假设我想开个 Google Doc 那样 是啦 譬如跟着呢 我想将它放在一个Google Document那里 那里 那跟着呢 贴上 edit paste 那基本上已经在了 这个可以做一个学生的 温书的清单 那当然你要看一下 有没有漏 有没有遗漏的机会 那把它拿回原本的文件 对一对的 不过呢 基本上都 就是九成 九成 九成 accurate啦 起码 那它没有百分百的 都是有机会都有少少 错 不过呢 在一个可接受的 范围里面 那当然啦 就这些可以 随你再整整整 那些格式format 或者变回一个 chatbox 是啦 这样的 跟着呢 delete那些 符号啦 replace all 那样 好 那就是这样啦 好了 ChatGPT 或者POEF 它可以很短时间 大量消化很多的资讯 帮你做summary 那这个呢 使用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那特别 譬如我做了summary 比较深温书 那接着又怎样呢 那其实可以做一样东西 就是 譬如我可以拿回以前的paste paper 或者校内的试卷 分析回每份卷 究竟哪一题是属于哪一个unit的 哪一题呢 比如unit c internet and application 那你就 那你可以分析这份卷 出得这么的均匀 或者呢 就是把那些paste paper 做一个 就是by unit的分析 那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好了 我这条片呢 暂时讲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